五彩繽紛的熱氣球升空 讓人看了好向往 今年台東不只有熱氣球 還可以讓人遨游天空 在國外流行的高空跳傘活動 將首度在台東開放給民眾來體驗 保險的關係 目前是限制在15歲以上 69歲以下 有高血壓的啦 有心臟病的啦 可能要有醫生的證明 才有辦法做這個樣子 想要體驗跳傘的樂趣 不只心臟要夠強 還要有足夠的安全配備 免費體驗從18號開始到25號 每天四個梯次 在台東悲南遺址公園登場 名額只限80人 但已經吸引上萬人報名 航空業者也看好未來 國內高空跳傘運動的發展 其實台東的場地 我們已經有預化了好幾個 跳傘所需要的場地 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的大 其實台灣的天氣條件 各方面是非常好的 國旅玩法越來越多元 觀光局在暑假推出的國旅補助 也正式開放申請 提供打滿三季的小黃卡 還可以加碼補助500元 自由行一晚最高補助1300 尤其最熱門的台東熱氣球 今年有高空跳傘加持 更看好接下來的旅遊商機 假日的訂房率都已經客滿了 然後非假日部分也能夠有到七成 應該都可以恢復到疫情前了 高空跳傘先試水溫 希望替疫情趨緩後的旅遊市場 注入一季強行爭 華視新聞林憲王世凱 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開始 訪問 戰 iller 這些 or